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逐渐一个家庭的难度可想而知 让我奇怪的是 现在恐婚不是那些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男孩 反倒是女孩们越来越不想结婚 把各位男朋友挤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他们心里 婚姻不是领个红本那么简单 它不是两个人的事 有时候相爱 合适甚至努力可能都没用 得看两个家庭处得怎么样 中国是婆媳举诗文明 中国是孝子出了名难搞 到最后 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女人 这出戏唱得怎么样 不少婚姻的悲剧里 婆媳关系都是导火索 几年前同事洛洛离婚了 这场原本可以幸福美满的婚姻里 婆婆是唯一的问题 洛洛一直是个独立自信的姑娘 有主见 有能力 特别讨厌别人来干涉她的生活 但好在她情商够高 自控力够强 对待不喜欢的人 顶多只是心里默默拉黑 绝对不会起什么冲突 可偏偏遇上一个闲不住的婆婆 像居委会主任一样 时不时地来她家看看 毕竟是老公的妈 总不能避而不见 可是见了面就别扭 洛洛的婆婆是个勤快的人 在家一刻也停不下来 每天至少擦三遍地 勤快的人大多很挑剔 所以只要看见洛洛家水池子里堆着的碗 洗衣机里塞满的衣服 就一整天黑着一张脸 洛洛无可奈何地说 每天上班累成狗 想攒两天一起收拾 怎么就像犯了什么天大的错 更可怕的是 婆婆从来不指挥她干活 却总是阴阳怪气地表达不满 今天表扬邻居家的媳妇做的菜好 明天羡慕别人的儿子买这买那 听得洛洛一肚子气又发不出火 憋屈得要死 每次去婆婆家之前 洛洛要做好几天的心理建设 给自己打气 可还总是备受打击 为了维系这段婚姻 洛洛就这么咬牙忍着 也和老公谈了很多次 甚至买了一堆书学习婆媳相处之道 可无论怎么做 婆婆就是对她不满意 终于爆发了一场婆媳大战 那天她哭得稀里哗啦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声音时段时序听不真切 但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我也是第一次给人当媳妇 谁生下来就会跑啊 是啊 每个人都知道婆婆不是妈 可她也不是路人甲 亲不得远不了 分寸的拿捏尺度的把握 全凭经验 都是第一次何苦为难彼此 一个巴掌拍不响 婆媳矛盾也不是一个人的战场 都说婆婆对媳妇可可 其实媳妇对婆婆的为难也不少 有一次在楼下的超市里 听到两个清脆的姑娘聊天 看她们的衣着打扮 一定是复养出来的女儿 超市不大 我侧身就能听到这两个人的对话 大概的内容就是吐槽自己的婆婆 其中一个姑娘 说起自己婆婆的大嗓门 经常周六一大早 拎着早饭来敲门 像叫早一样 在家说话也像扩音喇叭一样 说个不停 最让她受不了的就是 婆婆成天 儿子长儿子短的 好像把她当空气 敲门的时候喊的是 儿子给妈开门 看电视的时候说的是 儿子你快看这个多好玩 她经常尴尬的 不知是待在原地 还是走上去攀谈 另一个姑娘的日子也不太舒服 同样是男方媳妇嫁到北方 生活习惯的差异 为人处事的距离 让生活举步维艰 光是吃不到一起这个问题 就让她叫苦连天 小两口平时工作忙 婆婆家又离得近 所以老公经常去蹭个饭 自己不去显得不好 可去了又吃不到一起 她喜欢喝汤吃米 婆婆成天包子馒头地招呼她 她口味清淡 婆婆做的菜又油又咸 吃多了自己难受 吃得少了 婆婆又总问她 是不是菜做得不好 舍了半天 婆婆也听不进去 搞得她经常借故加班 在公司吃外卖 两个姑娘都是一副 后悔结婚的模样 有人说 婆媳关系就是阳春白雪 和夏里巴人的正面冲突 当时尚前卫的媳妇 遇上顽固守旧的婆婆 一场暗战 在所难免 说实话 未必 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女人 嫁给谁都不会幸福 你是第一次当媳妇 她也是第一次给人当婆婆 管得多了 说她控制欲强 管得少了 又说她不帮忙 讲真 当个婆婆 并不比当媳妇容易 人们经常说 要嫁给一个相处不类的人 其实 嫁给一个相处不类的家庭 你会更爽 表姐就是这种幸运的姑娘 结婚之前 她是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 在家被姑姑和姑父 宠得不像样 虽然也算是个大家闺秀 但给人当媳妇 还是要人忧心忡忡 而且据说 她婆婆是个抠门的铁公鸡 据说第一次去婆婆家 就打碎了一对几百块钱的碗 据说那是十几年前 朋友送给婆婆的生日礼物 那个时候的几百块钱 算是大件了 她老人家这么多年都舍不得用 心想着 儿子女朋友第一次进门 拿出来庆祝一下 没想到 就这么悲剧了 她心里咯噔一下 自己演练了半天 第一印象 就这么毁了 没想到婆婆不仅没生气 反而笑着说了一句 我第一次去婆婆家 差点没把房子垫着了 她说那一刻就下定决心 这个家庭值得家 后来听她老公说 婆婆那天晚上睡不着觉 拿着那几片碎碗片 一边叹气一边说 娶个儿媳妇真是贵 把家里爷俩都笑翻了 婆媳是一种最独特的社会关系 你不能把对方当亲人一样 畅所欲言 但也不能像陌生人一样 一言不合就不理不睬 女人的态度决定一个家的温度 特别是中国式婚姻里 拼的就是女人的格局 两个温暖的女人凑在一起 家就会越来越暖 两个冰冷的女人拼成一家 家就成了冰酱 若我爱你的方式 一步同开始 不如我们变换下位置 看一看原来她的样子 我害怕那种坚持 无声的羞恥 浪漫的岁月滴水穿湿 我只从来都没发觉 沉默的岁月滴水穿湿 什么都不说 如果这生命如同一段旅程 总要做过后才完整 谁不曾怀疑过 相信过 等待过 离开过 勇过都值得 多幸远 多幸运有你违反 每个挫折 总流过眼泪又如何 我想象中 我想象的未来 和永远 是有你违反 怎么都不换 自由的经过 如果我爱你的方式 已不同开始 不如我们变换下位置 看一看原来他的样子 我害怕那种坚持 无声的羞恥 浪漫的岁月滴水穿湿 残落却从来都没发觉 沉默的你呀 如果这生命如同一段旅程 总要做过后才完整 谁不曾怀疑过 相信过 等待过 勇过都值得 多幸运有你违反 每个挫折 每个挫折 总流过眼泪又如何 我想象的未来 是有你违反 怎么都不换 可爱的生命如同一段旅程 总要做过后才完整 谁不曾怀疑过 谁不曾怀疑过 等待过 如果都值得 多幸运有你违反 每个挫折 总流过眼泪又如何 我想象的未来 要是有你违反 谁不曾怀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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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